在今天的挑战结束之后 我仍然不会放弃继续上脑心算 往后更大位数更快地挑战 今天再往上上就是四位数 四位数答案是十位数的话 相当于单一预算的九位数 这个目前是没有任何选手 能做到九位数的散电心算 就目前世界上没有人能成功尝试 因为中国就是最强的 中国的选手说不行那就是不行 我喜欢这句话 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们见证了好几次 突破脑力计算极限的挑战 那么今天这个挑战项目 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 比我们过去的脑力运算极限 又有突破 请挑战者出场 我叫吴美龄 来自吉林省 沿边州财政局 今年35岁 我11岁的时候被招入解放军 诸信算队 是当年解放军诸信算队的第一批队员 我已经从诸信算队退役16年了 这16年当中您还在保持着以前的训练 或者是接触着以前相关的这样一些 诸信算的项目吗 像之前在诸信算队的时候那样 集中的大量的系统的专业的训练 就再也没有了 那我们的这种能力会衰减吗 我已经过了这个诸信算领域提升的 这个黄金期 而且我今天挑战的项目是双脑闪电算 什么叫双脑是什么意思 通常我们诸信算的计算方法是 一把算盘在脑子里面计算 但是双脑就是得用两把算盘 同时计算两道不同的题目 同时要出两道题目 两道题目 然后你同时给我两个答案 是的 所以我们这样好吧 先给我们的挑战者设置一个 让他热身的环节 您必须先通过这一轮的测试 我们再进入正式的挑战 好的 那么这一轮我们给挑战者带来的 热身测试 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 双脑闪电心算最高水平 也就是20笔两位数的加法 热身上来就是世界上最高水平 目前中国的猪心算这个项目 在世界上中国就是梦之队 所以这是梦之队的大师姐 但是由于这里是挑战不可能 我们不是简单地出数字 让它相加 我们可能在这上面还要增加一些干扰项 这个没问题吗 好的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现场的挑战助理 为我们上道具 戴上耳机和眼罩稍事准备 资格挑战规则 评委随机输入20笔两位数字 这20笔两位数字将以黄色的形式 在充满干扰数字的大屏左右两侧 依次闪现 每一笔数字仅在屏幕上停留0.24秒 挑战者需要分别计算 左右两边黄色数字的总和 回答正确及挑战成功 接下来董卿评委您来给我们出题吧 科学方面说我们人的两个脑 左边右边 他的双脑可以同时运用 这种人很少的同一个时间计算 那很困难 可以了 这十笔 我们找的这位评委数学一般 这十笔 让他选20笔 他选了十笔说可以了 好 谢谢 谢谢董卿评委 已经选择完毕 并且输入我们的题库 进行数据处理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摘下耳机和眼罩 好 您戴上眼镜以后 适应一下现场的光线 这个挑战非常难 我必须抛开所有的杂念 聚精会神一心一意 专注在我这个挑战上 我要在所有的干扰数字中 捕捉有效数字 您准备好了您就告诉我 我准备好了 好的 我宣布资格挑战 现在开始 天哪 好了 主持人 我已答题完毕 天哪 很多观众在问 发生了什么 你们有多少观众 看清了这当中的数字吗 连我自己 您初题的都 初题的我都完全记不住了 刚才那个闪过的 我只好像看到了中间一两个 数字闪过的时候 我还想去算一下 我有个问题 你平常用左手或者右手脱 我写字是用右手 但是我自从练了这个 我就会强迫自己大脑是双脑 双脑的 你强迫大脑是双脑是什么意思 因为就是我已经练了很多年的 足心算 这个足心算 这个运算方式或者是这些数字 已经融入到我的身体里面 就是我不管干什么 无论是我吃饭唱歌走路 我的脑子里都在计算 包括我正在跟你们说话 你在算什么呢 我实时更新自己脑子里出数字 就比如现在这一刻的题目是 6387乘以5274 答案是33685038 我再会拿这个数字来除 除以5879 那你是不是很累吗 你的脑子 我不累 这是我的乐趣 这是在消耗啊 就像一台机器始终在运转一样啊 也许是的 可能是消耗 但是我只有进入深度睡眠的时候 我才能不知道我在计算 它有一部分是我们还没激活的 我们这个版本有点低 它那个部分已经把那一块激活了 所以它这一块它的运作 就像我们现在一边在说着话 我可能脑海里也在想着 李博士今天这个领带好漂亮 这些信息其实与我在跟您说话的同时出现 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 接下来我们进入验证环节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如一为我们揭开答案 5 第一个数字 没问题 1 9 第二个数字正确 第三个也正确 8 其中一个数字正确 我们再来看 5 5 1 1 最后一个数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这样吧 我们先还是让我们的挑战者稍事休息 给他戴上耳机和眼罩 我们现场进行正式挑战的准备 来 有请 这次李博士您来挑选题目 我来 20笔 三位数 挑战规则 评委要随机输入三位数的20笔 在大屏 左右两边分别依次闪现 每一笔数字在大屏上停留的时间是0.24秒 在出现干扰数字的情况下 我们的挑战者要分别计算出 左右两边黄色有效数字的总和 计算正确即为挑战成功 一共有两次机会 好 李博士已经选出了20笔 三倍数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挑战助理 为挑战者摘掉耳机和眼罩 胡美玲 这一轮的挑战 我们在刚才的测试上进行了升级 其余的规则不变 只是数字从两位数变成了三位数 三位数的双脑障碍闪电算 会比七位数的单级计算更加的难 非常非常困难 怎么样 主持人 我已准备好了 接下来 我宣布 吴美玲第一轮挑战 开始 下来 收到 主持人 唯一答题完毕 我这一次尝试了一下 我发现我只能眼睛盯着一边 我大概能认出这些数字 只能是认出 转瞬就忘掉了 短时间的机力太强了 太神奇了 太神奇了 它计算很快 连我挑的题目我看了 我只记得大概三个数字 它已经算完了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验证一下吧 有请挑战助理为我们验证答案 大家别小看20比3位数和20比2位数 这个难度我们问过专家 真的是几何级数的增长 我们来看大屏幕上出现的正确答案 是5212和7249 请挑战助理为我们揭开数字 第一个 第一个 五 第二个 二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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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第四个 第1个数字 2 吴美龄第1个数字计算完全正确 5212 来看第2个数字 他距离挑战成功只有一半的路程 7 7 第2个数字 2 没问题 4 最后 3 2 1 解开 解开 挑战成功 祝贺 祝贺 没想到这个挑战这么快就结束了 对啊 因为用时太短 所以我们有点 因为我平时好多挑战都是一楼又一楼 而且时间特别长 这个结束了 你怎么会想到这个双脑闪电计算 这个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 所以当节目组邀请我来做这项挑战的时候 我是拒绝的 因为这个双脑障碍闪电心算 这个形式从来没有人做过 我在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 我不知道成败 我只是不断地摸索 而且这个是双脑两把算盘 我需要突破以前所有的方法 就是这个两个算盘是竖着摆呢 左右摆呢 还是这样稍微斜一点呢 就是一直都在算 那最终请问是横着摆还是竖着摆 还是斜着摆的 稍微拉开一点距离 左右上下摆的 而且我要中间要控制一定的距离 我觉得好神奇啊 是我们祖先的这个算盘特别神奇 真的太神奇了 这也是一个长期的刻苦的训练得来的 你练了多少年 我是从六岁开始学的竖心算 从那开始我就是刻苦训练 所有的注意力都是集中在这个竖心算学习上面 唯有努力唯有勤奋 在竖心算这个领域上 极少数的孩子是天赋一柄 可以称得上天赋 如果想要这个领域 有所突破 有所提高 在国内外拿到奖项的话 唯有努力 别无选择 只有一心一意 那这个对你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吗 做财务工作的话 一直每天都会跟数据打交道 但是我的桌面上从来不会有计算器 因为我算的比计算器快 而且计算器的数位 没有我脑子里的数位大 而且计算器可能按错 我不会算错 在今天的挑战结束之后 我仍然不会放弃继续上脑心算 往后更大位数更快的挑战 今天再往上上就是四位数 四位数答案是十位数的话 相当于单一预算的九位数 这个目前是没有任何选手能做到九位数的闪电心算 就目前世界上没有人能成功尝试 没有 因为中国就是最强的 中国的选手说不行 那就是不行 我喜欢这句话 有 我很欣赏刚才美玲说的一句话 没有什么天赋秉毅 唯有刻苦和努力 才能达到今天的高度 你给了我们一个启发 就是人生如果是一道题 解开它的唯一方法也就是尽全力 也希望你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能够凭借你的精神 去完成更多的不可能的挑战 对于你能否进入我们今天的荣誉殿堂 我的回答是 有请让不可能变没可能的挑战者 吴美玲进入荣誉殿堂 为你加油 她挑战了世界的纪录 证明中国人的大脑 是世界上最强的大脑 她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的 对于这个人 社会训练